今日金包帶您來看到 在臺北市大安區的一棟豪宅 上個月發生一起命案 這是一名到豪宅去做客的 三十歲無姓網紅陳氏在屋內 目前只確定的是前一天晚上有喝酒 但是死因不明 檢方現在已經介入調查 倒是這屋主身份讓人相當驚訝 他是曾經捧紅了蔡依林 羅志祥等等重量級的經紀人 對外界揣測事發過程 他透過律師發出聲明 他說自己在二零一四年 已經退出了娛樂圈 不應該佔用大眾資源 也請大家不要過度渲染 新書推薦人不止Ella 蕭敬騰 楊成林和艾怡良 都力挺到底 這位作者從演藝圈跨足文壇 份量超大咖 過去他以經紀人之資 打造不少天王天后 幫蔡依林與羅志祥 走過演藝低潮 現在卻牽扯離奇命案 5月14號救護車來到他大安區豪宅樓下 前一晚他跟朋友在家裡喝酒聊天 沒想到隔天起床 發現對方不對勁 怎麼會突然走了 檢方已經相厭解剖 死者家屬還在等真相 30歲無性死者 在科技公司當工程師 網路上小有名氣 朋友說他有健身習慣 身體還不錯 傳出案發前 他一度失控私後 一起喝酒的經紀人 以為只是發酒瘋 不以為意自己去休息 委員律師對此沒有證實 只說可以理解家屬的心情 希望解剖報告盡快出爐 還原事發經過 記者綜合報導 有先生導演 不刺激 不刺激 哪 Vin